截至3月2日22点 艾的新专收录取Fate 同时在Mailon、Bugs、Jenny、Flop四个榜单的实施排名进入前世 不得不让人感叹Fate的实力和口碑 一记绝成超越Super Lady和Wive 在这种情况下 粉丝也迫切希望公司能有所作为 制作Fate相关物料或者召回打个宣传 但公司似乎并没有辞意 甚至有粉丝在签收的时候问小娟关于Fate的安危仪式 对此小娟表示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对比其他公司看到组合非主打势头不错 便努力安排各种宣传活动的作为 Cube的行动让艾的粉丝悲感失望 表示Cube娱乐这样的摆烂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没落的原因所在 如今Cube只有艾的这棵遥显树 却还不好好珍惜 甚至希望艾的能帮助其新男团的发展 这样的操作着实然而不能理解 对此大家怎么看待Cube的不作为呢 欢迎留言 艾的含舍 每人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